人家說 今年的記憶只有7秒 但我相信 有些人的記憶 只有一個回頭 你剛才說什麼? 你記不記得我頭叫我做什麼? 誰? 你叫什麼名字? 明明同一件事 回頭又問我300多次 接著我又回答他300多次 糟了,我是不是傻的? 4寫5入差不多1萬次了 你們失憶得那麼嚴重 你考慮一下看醫生吧 麻煩你 今時今日 有越來越多的都市人 有健忘的傾向 而郭Sir我發現 這種傾向 已經慢慢令到他們的生活 變成一場災難 因為他們 外出會忘記戴鑰匙 吃飯會忘記戴銀包 見客又忘記戴電腦 一個字,尷尬 而境界更高的人 甚至會 戴著眼鏡找眼鏡 我複眼鏡呢? 打著電話找電話 糟了,我的電話不見了 拿著筆忘記要寫什麼 吃完飯又忘記自己已經吃了飯 今天好像沒什麼胃口 吃剩很多東西 剛才的例子 聽起來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 整天都忘記東西 好可愛 但如果 你真的有一個容易失憶的朋友 你只會想捏死他 捏死他 約他吃飯 忘記了 阿琪,又說今晚出來吃飯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吃了 下次吧 約他看電影 忘記了 阿琪,又說今晚出來看電影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看了 下次吧 約他一起溝女 忘記了 阿琪,又說今晚出來跟我一起溝女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阿琪 阿琪 下次吧 阿琪 搞到每一次約他出去 要提前三天預約 每天提一提 搞到我好像做了他媽媽一樣 不過做朋友的事 就沒辦法 你一定要看緊他 他這麼沒記性 萬一有人找他借錢 他又忘記了 那豈不是很危險 所以我決定我先借 我先幫他保管 阿琪,有沒有錢 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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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借我那些還沒還 阿琪,還記得 阿琪,是嗎 有嗎 沒有 玩失憶 快點還錢 要不然打死你 我知道 在這裏肯定會有很多人說 我經常失憶 我都不想 我大哥一片空白 我都很傍傲 但說真的 有些事真的不是一句 我都不想假 就能解決得到 你可以忘記 你簡直是影響你身邊人的感受 老友 你真是有心裝在 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 用備忘錄 按下它 反正你一天到刻 都背著手機 每一天到刻 以為自己真的什麼都記得 哪來的呢 這麼自信 你又 老了 沒什麼 早點休息 培養記憶力 如果我是主持人國家風 我會跟你說 過分沉迷遊戲 不是好事 如果 我只是國家風 我會告訴你 《月之一二》裡面 很多遊戲玩 打開《月之一二》 微信公眾號 點擊下方遊戲 即刻有得玩